是誰負責的 負責人官在裡面了啦 他們自己在開了閉門會 要不讓我們參加 我們來這邊幹什麼 他們那些開發單位不用過去 他們怎麼跟他連線 開發單位就在那裡啊 所以今天會議應該是 違法的最後的會議 應該要終結 要跟署長 署長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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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上是環保署辦理 台電基隆協和電廠更新改建計畫 第五次環評延續會議 審查過程中 委員們在沒有告知 會議程序異動的情況下 以宣布中場休息的方式 進行到其他會議室 透過視訊方式 持續討論審查作業 引來現場民意代表 與媒體一陣錯愕 並表達強烈的質疑及批評 質疑程序已經違反 公開透明的原則 應該終止審查討論 所有人媒體朋友 全部將在這 然後環保署 沒有人出來處理設備 然後主席說變就變 你是第一個發言的嗎 我是第一個發言的 外面沒有任何一個團體 有收到變動會議程序的通知 下次乾脆要不要離環評 我就不要開啊 環保署還升格耶 升格整個黑箱部喔 基隆市長謝國良表示 環評審查會議舉行到一半 卻另外安排場地 透過視訊繼續討論審查作業 這樣的做法不僅前所未見 對於這樣的行為 也表達沉重的抗議及遺憾 另外再找一個地方 就繼續開會 我們大概從來沒有看過 有這樣子的環保會 因為我覺得會表達這個 非常沉重的抗議 但是一下子是覺得很驚訝很意外 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子的環保會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